县府消防局今天上午在南岛餐厅 举行111年度 名利团体年资标颁发 即机优人员表扬典礼 即表扬全国开模5人 县内开模10人 以及超过5年以上年资标颁奖表扬 共356人 服务年资达41年的谢河南 则分享他担任消防志工的信念 那就是救人 敲中生 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如果听这些消防心 哎呦 怎么有一些老前面 都在楼边都照着车 我就说好 我也要来做益销 所以我一直跟少年人说 我们当益销要一个信念 就是要救人 救人是要救死嘛 今年是第41年 我都常常跟后辈益销弟兄们讲 我们跟消防是一个大家庭 那一定要互相信赖 尤其是在火场的时候 一定要听从这个火场指挥官的指挥 会中也以纪录片的方式 呈现消防人员 冒着生命危险救灾的感人事迹 县议员曾正言表示 他一生的职业就是热爱服务 因此从民国72年起 就开始从事救灾 消防职工级顾问的行列 至今也有33年了 我已经心理念 热爱服务 我出事要给予的 人一予给予的 我在民国七十二年 就加一段重型技校 已经有30几年的岁月了 先议员陈汉立也出席这场颁奖典礼 感谢消防制攻击团体 大半辈子投入消防救灾的工作 活力来活力去 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场救人之举 令人敬佩 许多他们是基本上就是一辈子都在为这方面的付出 分别从5年10年20年到最多的50年都奉献牺牲在这个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 然后冲入火场这样子的精神实在是令人赞佩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年资的这个表扬 可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意义 因为他们这样子这样子的付出 我在这边代表我们所有的南投的县的县民 感谢他们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 感谢你们 年资标虽是一块小小奖牌 却代表消防名利团体长年的奉献 县议员曾正言及陈汉利 感谢所有消防伙伴的奉献 保护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